我老婆在那里吃饭 刚刚逛完零食店 刚逛完零食店又来这里 这里是吃串串的 真的是这个是二婚的老婆 她已经是结婚了 她还带个小孩的 在这里 吃好没有 没有 快点啦 你要不要吃很好吃 不吃 少点一点了 那会钱的很 快点吃饭走了 这是我的二婚老婆 什么叫二婚老婆 就是她已经结过婚了 她嫁了给我 她是带着一个小朋友过来的 带着一个小朋友来嫁给我 我以为她会很过日子 因为我想嘛 一个二婚的女人 结过婚了 她应该会知道日子 有多难过 有多难熬 应该怎么过才能过好日子 没想到 她嫁了给我 你看一天天的 就一直转转 吃转转 还带她的小孩去吃 串串香 天天的吃麻辣烫 自助餐 汉堡 日串串 天天的就得吃这种 我觉得我娶她回来都没有什么意义 还帮她养她的小孩了 还帮她养她前夫的小孩了 你看我叫她给我生小孩 她又不生 就只知道来享受 来我家花我的钱 用我的钱 吃我的钱 住我的房子 我觉得这样子的女人去和来干啥呢 刚刚看她吃的那些串串 看她吃了好多个串啊 应该花不少钱了 应该花不少钱 她又没有工作又没有收入 因为她还要照顾她的小孩 带她的小孩 我呢就自己工作了 我也是想让她照顾小孩 然后在家做点家务 然后给我生小孩 就这么简单 可是呢 我去上班了 去赚钱了 她在家呢 家务也不怎么做 就带她的小孩玩上玩下的 我叫她给我生小孩 她也不生 她说再等等 再过段时间 现在呢 都是在花我的钱 都是在享受我的钱 我真不知道 娶这样子的恶婚女人 有什么用 再来追待一次 又好没有啊 你吃这些东西 我都没吃饱 你没吃饱 怎么就没吃饱 我看你吃了挺多的 我付钱都付了50多个钱 那个东西太好吃了 吃多少都不够 感觉最棒还想吃 太好吃了 你看 吃这些东西全都是口水的 吃饱了 我们穿穿的 别人一个撸一回 一个撸一回 那就有啥好吃的 你懂什么 那你还要吃饱 别吃了 米酒还也花了我不少钱 今天了 走我们去逛街吧 只能逛逛 不能乱啊 逛到喜欢就买 走 走爸爸 那你这样子的话 我不去逛了 你自己去逛吧 我回家了 那你拿钱给我吧 给什么钱 不给 你要逛 你自己去吧 给我赚点钱 不给 不给 我走了 真的是这女人 什么女人啊 天天叫我去逛街 哎